大家好 我是Wilson 鄧威順 這陣子市場的焦點當然是放在地緣政治局勢 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 大家都覺得這個局勢非常緊張 遇戰再緣 一觸即發 大家都覺得一旦衝突惡化會對市場影響很大 自古以來都是 風吹草動地緣政治衝突發生時 大家都覺得對市場會有摧毀性影響 但歷史數據告訴我們 其實不是這樣的 例如最近和今次事件的主角很有雷同 就是2014年俄羅斯進佔克羅地亞 當時市場也有一陣子緊張 但最終影響股市可以說是微不足道 或者市場完全沒有移動過 在整件事發生的過程中 市場是沒有升跌的 如果再說遠一點 譬如90年初的時候 1990年8月發生了波斯灣戰役 到91年年初一月才完結的 在這段期間 當初發生時 當然市場也非常緊張 但最終 事情發生完之後 市場都是沒有升跌的 這些都是零升的例子 還有很多未數 如阿富汗戰役拖了十多年才完結的 你會看到股市都不斷上升 所以其實就算真是戰事發生 對於整體整個金融市場 或者股票市場 其實影響不是真的摧毀成 當然發生時市場有些緊張 有些股受難免 但往往市場很快就復原 當然今次烏克蘭和俄羅斯事件 亦有些地方要注意 例如能源價格 能源價格一直升得很急 除了和全球的需求回升外 不可不知在俄羅斯佔了整體歐洲 液化天然氣的供應有四成多 如果衝突進一步惡化時 很可能會影響歐洲天然氣的供應 從而推起整體能源價格 對於現在整體歐洲的經濟 在疫情之後復甦 可能會影響復甦進度 大家要留意一下 另一方面就是黃金 逢有什麼風吹走動 局勢緊張 當然會有錢派進黃金 這次相信亦會令到 有很多錢派進黃金避險 尤其是如果美國進一步制裁俄羅斯 會導致俄羅斯會繼續增持黃金自保 這方面亦會推升黃金價格 增加了黃金的需求 另一方面就是債券 凡是局勢緊張 人心虛脅的時候 必然會有些錢派進一些 很高投資級別的債券 因為比較安全 所以局勢緊張的時候 相信一些投資級別的債券 甚至乎美國的國庫債券 相信會有多錢派進這類型 投資級別的債券避險 在這類型的投資點 如果我們有什麼 想要跟其他人的投資 或是在這類型的投資 投資 有幾個投資 有幾個投資 有幾個投資